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有引力 牛顿的外有引力定律 这个图就是两个指点 宇宙之间 两个指点之间一定会有相互的作用力 这个我们在第五章也介绍过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知道 F12就是指点1受指点2的引力 引力朝这边的力 是等于负极M1乘M2 R12就是这个距离平方 然后呢 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要跟这个一致 这个单位向量 所以这是负的 负的GM1乘M2 R12 Univector 指点2受指点1的引力 那就是M2-1 M2-1就是 和F2-1 F2-1 就是这个力 它受它的引力 等于是G1-1 好 G呢 就是6.73 这么多 乘10的负11次方 单位 这是万有引力常数 这个我们前面都介绍过 那么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式子里头的M1 M2 必须是指点 如果不是指点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积分来做 那么我们也发现 如果这个物体 它是一个均匀的球体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体的质量 当作集中在它的质心 把它视为一个质点来用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一个质量为M的质点 至于质量为M 长为L的细棒延长线上 距离细棒B端远处 B一端B远处 我们先来看 这就是一条质量为M的 长为L的一个细棒 然后有一个质点 距离这一端 有B远 现在要问 这个质点跟这个细棒 它之间的万有引力是多少 由于这个细棒 它不是一个质点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两个东西当作是质点 直接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不可以 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这个细棒 把它分成 好多好多个小质点 比如说我们这里取一个质量基数 这就当作一个质点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密度乘上DR 从这边到这边算是R 那么这个长度是DR 那么密度乘上这个DR 这密度就是单位 单位长度的质量 单位长度的质量 M over L 好 那么现在这个可以当作质点了 这两个质点之间的引力呢 D F 我们就可以用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那因为我们画的是引力 所以我们这里就没有负号 因为我们画的力就是吸引的力 它是等于G M 乘上DM 然后距离呢是R加B的平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DM呢 用这个带 用这个带 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好 现在DF呢 就是小M 受这个质量基数的引力 但是这里有好多好多这种基数啊 那么对它的每一个基数都会对它有一个引力啊 那么这个合力呢 就是等于这个积分 我们把常数都提出来 R 这个是变数留在里面 积分的话呢 因为要积所有的质量啊 它就是从R等于0 一直积到R等于L 那我们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就是这个值 你看这个值啊 有人把这个 有人认为说 这两个物体互相吸引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全部的质量当作集中台 它的值心就好了 其实不可以啊 因为它的力啊 是跟这个R的平方 跟这个距离的平方 成反比 所以这个积分里头有一个 分母有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不能够把 这个吸引力呢 当作是值点 跟所有的这个质量 集中在这个地方 不可以这样子啊 好 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第二个例题 它是说有两个空心球 这个是一个球 这个也是一个空心球 空心球 好 那么 这个质量是M1 这个质量呢 是M2 现在把一个质量为M的质点 分别放在A A点 B点 C点 放在这一点 球 这个值点 在这三个位置 它所受的力是多少 我们假设ABC三点 与球心的距离分别是 RA RB 跟RC 好 A点呢 位于质量均匀分布的 两个球的外壳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球啊 因为它是球状对称分布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球的质量 都当作集中在球心 把它当作是质点 所以它的M就是等于这个 关于这个方面呢 我们现在这里不证明 将来我们讲到电学 讲到高斯定律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明白 就会明白 高斯定律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球状对称分布的电荷 我们要求它的电厂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电荷当作集中在它的球心 OK 所以这两个球的质量 当作集中在这里 就是M1加M2 它跟它之间的万有引力 就可以用这个带 负Gm乘上M加上M1加M2 然后这个呢 是 这个距离是Ra平方 我这里漏到一个Ra 应该是Ra平方 OK Ra平方 方向是朝 朝里头的 这是Ra平方 好 B点 B点的话呢 因为这个球壳的质量 在B点的外面 将来我们在电学里讲高斯定律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证明 当所有的电荷 比如说这是球状对称的 的电荷 那么有一个质点在0 有一点在它的里面的话 那这些电荷产生的电场就是0 在这里产生的电场就是0 我们这里就先不证明 那就说 这一个球壳的质量 不会对它产生引力 那只有这个球壳会对它产生引力 而这个球壳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的质量当作集中在球星 所以它就是 这个力呢 它就是等于负的G M乘上M1 M1在这里 好 那么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RB平方 RB平方 负R 好 那么在里头这一点呢 那C呢 因为两个球壳都在它的外面 所以对它都不会有引力 所以C点的这个引力就是0 就是0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是地球 如果我们在地球里面都挖一条隧道 这当然不会有这么大了 如果地球只有这么大的话 你挖一个再大的隧道 看起来你都不可能画里头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点夸张 有点隧道 现在我们要震荡 假如我有一个指点 它在这个隧道里面 这隧道里面 你放在这里 它会受这个引力 引力 这引力会有这种分力 于是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来回的震荡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震荡运动 它的 是不是减歇运动 如果是减歇运动 它的震荡周期是多少 好 问这个指点 在这个隧道的最大速度 就是这个隧道的最大速度 最大速度是在这里了 以及 我们如果这个隧道 是经过它的球星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速度 会不会相等 好 这里我们写 因为这个隧道 体积非常小 跟地球比起来 小得很多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地球 妈妈呼呼看成是 均匀的球体 好 指点M 它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地球的质量 是大M 半径呢 是R 那么这个 指点在这里 它所受的唯一的一个力 就是地心给它的 地球给它的吸引力 就是 这一圈里头的质量 对它的外有引力 这一圈质量 当作集中在球星 好 那么 好 如果这个指点 我们把这个当作X轴 这个当X轴 这个是X轴的远点 好 假设这个指点 在距离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跟地心的距离 是R的时候 R的时候 那么它所受地心的引力 我们刚刚说过 就是等于这一圈 的质量 集中在球星 地心 对它的引力 外面这一圈 因为在这个指点的外面 所以不会对它产生引力 好 所以 这个虚线化的这个 这个球 它的质量就是什么呢 就是全部的质量 被三分之四πR三次方来组 被整个的体积来组 就是密度 再乘上这个体积 三分之四π小R三次方 那它就等于这个值 M 乘上小R三次方 over大R三次方 好 现在我们用万有引力 就是这个值点 跟这个值点 那它就等于这个 M 乘上M' overR square 等于这个 好 那M' 我们把刚刚 调出来的 M R三次方 over大R三次方 带到这里 就得到这个式 得到这个式 那么我们把R 乘上R uni vector 就变成R vector 变成这个R vector 负R vector 就是朝这边 好 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个 X方向的分力 这个是 这个力 X方向的分力 就是它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分量 分量 这是Fx Fx等于什么呢 等于 F 斜边 乘上sin theta 就是这边 方向之朝 X的负方向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把F带进来 它就变成这个 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现在 再把R sin theta R sin theta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X长 X长 带进来 那X跟X Unirector 就变成X项量 所以 在这一点的时候 它所受的力 就跟这个位置 成正比 方向相反 这是常数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减歇运动 这个K 就是等于这个常数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这个指点 在这个隧道 做的是什么 减歇运动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FX 刚刚算出来是这个 这是它的因 它的果 MA A就等于 DX平方 overDT平方 这两个式子可以合并 变成这样子的 因为GMR 三次方是常数 所以这个微分方程 就是表示 这个物体 是做减歇运动 那我们就令 Omega平方 等于这个 然后它的震荡周期 T等于2π of Omega 2π更号 Omega 用这个带 最大速度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做减歇运动的物体 它最大的速度 等于Omega 乘上 正伏了 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正伏就是这一段 如果它最大 是这样子的话 正伏就是这一段 这个正伏比这个大 对不对 所以正伏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震荡的时候 这个速度 没有在这个地方震荡的时候 在球星的速度来得大 OK 我们现在看 指点 与地球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地球 指点在这里 这个我们在 第五章 已经介绍过了 当这个R 远大于大R的时候 就很高很高很高 不像我们画的这样子 并且把地球 当作是均匀的物体 那它的质量 就可以当作 集中在球星 这个时候 这个指点所收的力 仅仅只有万有引力 那么万有引力 就是这么大 m乘上大m R平方 这是力的来源 我们应用牛顿第二定律 力的来源 因等于果 所以因等于果 从这里我们可以求出来 A就等于 这个东西 A就等于这个 所以指点 在R远大于大R的地方 受地球的引力 产生的加速度 它不是定值 因为它是跟R平方成反比 所以它是R的函数 如果指点 位于地球的表面的话 那么这个R就等于大R 那么这个R就变成大R 那么这个A 这个G 这个时候的A 它就变成G0 这个G0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OK 那么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当做是9.8个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我们用实验的方法 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OK 这个例题是说 将人造卫星送上1000英里高空的时候 它的能量要比在1000英里高空 将人造卫星送入环绕地球轨道 所需要的能量 还多还是少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射人造卫星是从地面垂直的 比如说垂直的先用火箭把卫星带到这么高 比如说1000英里 这么高空 我们假定说这个时候呢 它在这里的速度是0 然后加速加速加速到这里 速度也是0 就上升到0 这个时候动能没有改变 那你做的工具改变它的卫能 这是火箭所做的工 就是变成卫能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啊 因为要在轨道上绕地球旋转 如果你没有一个切线速度的话呢 这个人造卫星会掉下来 所以它要加速 要从0加速到V 那这个就是火箭要做工了 那就是这两次的工 把它升高到1000英里 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比起在轨道上面 从静止加速到绕着轨道运行的速度 所需要的能量 是哪一个比较高 我们现在要来计算这个 我们假定 原来火箭在这里 然后升高H高 那么我们就看 火箭将人造卫星 从地表送上H高处 假设大气压力的阻力不转 火箭跟卫星 仅仅受地球的引力 所以它仅有万有引力 所以它的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就等于0 然后我们用基建能守恒定律 因为这个条件满足的话呢 就是基建能守恒 delta-ek加上delta-ep要等于0 它的总能就等于这个 总能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个是non-conservative force 要等于这个加这个 等于0 好 于是我们说 火箭垂直送人造卫星 升高的能量 我们假设它是1 这是火箭的推力 所以这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1 就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等于0 我们刚刚说过 这里 卫星也不动 这里也不动 火箭只是把它送上去 所以等于 卫能的改变的负质 那我们把万有引力 这个卫能 弄进来 它就等于这个 那么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1就是 从地面 把卫星送上轨道 所需要的能量 这个就是 卫星 把卫星从这里 送上去 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好 那个G0呢 就等于 G乘上大m over r 平方 是等于这个 这是地表的 重力加速度 好 现在我们再看 你现在从这个 轨道的地方 把这个 人造卫星 远作 切线的方向 加速 那它这个能量 就等于 切线速度 做的 切线 分离 做的弓 那等于 2分之1mv平方 就是说 这个弓啊 要等于 动能的改变 后来的动能 简直到起初是零 v就是绕着轨道 运行所需要的能量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怎么样子算这个 v值呢 我们就是用 卫星 受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要等于 这个卫星的向心力 m 称之下 ar a n ok 好 那这个 又可以化成这样子的 就是g 等于m gm over r平方 这里有个平方 r有个平方 漏到一个平方 就算出来 v是等于 这个值 于是 e prime 就等于 二分之1m v平方 这个 这个就是 把卫星 送上 卫星 从零 在轨道上 从零加速到 能够绕轨道 运行的这个速度 所需要的能量 那么 e跟e prime的比 啊 就是送上 轨道的这个 能量 在轨道上 加速的能量 是等于这个 那r是地球的 半径 4000英里 如果你送上去的高度 是1000英里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 二分之一 那就是说 你从地面 送上 轨道的能量 要比 在轨道上 加速的能量 要来的 要来的 来的小 可以 好 那这个 H2 2000英里 它就正好 你送上去的能量 正好要得 加速的能量 如果你3000英里的话呢 那你送上去的能量 要比它加速的能量 要来的大 要来的大 OK